开着八平米的咖啡店环游中国 花竹站完美结束 在这里遇到了很好的朋友 也看到了最美的日出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的福建之旅第一站已经结束了 正式的这边的好哥们 然后呢 现在呢我准备要进入下一阶段了 然后去到别的地方去摆摊 特别特别的感谢兄弟的支持 谢谢谢谢 再见 好嘞好嘞 相互再见 我准备出发了 早点回去睡一觉 在这边摆摊是真辛苦 每天凌晨四点起床 挣的都是辛苦钱 好嘞 慢一点 那我就先走了 好拜拜 好嘞 到贵州一定得联系我 拜拜 拜拜 花竹村 一个非常非常美的村庄 然后 然后也欢迎全国的朋友来福建 霞浦玩的时候 可以来花竹村看日出 这边日出美极了 就像我视频里面拍的一样 太漂亮了 然后可以在我朋友这儿喝喝咖啡 出来尝尝他们这个科室胡汤 他们这边的早餐 哪些是没有海鲜的呀 这有海鲜吗 都没有海鲜 都没有海鲜啊 这个是胡汤是吗 要一碗胡汤 这个是肉包子吗 肉包子啊 这多少钱一个 两块两块两块钱一个 要两个要两个肉包子 要一碗胡汤 在这边吃吧 在这边吃我坐外面 这个里面包的是什么呀 瘦肉 瘦肉啊 我要一个这个饼啊 要一个 好 坐在这吃 哦 当地的胡汤 嗯 不知道是用啥子做我的 哦 有肉 有那个猪皮 啊 尝一点 酸酸的还有点微辣 喝起来就是一碗羹的那种感觉 然后还有粉丝 他们是两种胡汤 获着吃 啊 比如说我们当地是这么吃的 我说那你就按当地的来 还可以啊 然后他们这个包子 他们这个肉包可以哦 里面肉丝肉丁 味道还挺好的 酱香味 好吃 尝一下这个油饼啊 哦 好烫 哦 太烫了 这里一会儿吃 里面包是肉的 还挺香的 现在来到了霞浦的高楼 这边是海景大道 这一路景色非常漂亮 那我们现在呢 一边欣赏美景 一边呢 找一个出摊的地方 哇 这海风吹起来好舒服 福建这边的海 就是目前为止 我是没有看到那种带沙滩的 全是这种礁石 然后 这种高低落差的这种山 全是这样的海 我停车的这边 旁边是一个房车营地 可以自己开房车进去 也可以租他们的这个房车 这里价钱没看 现在属于是淡季了 没有人耳 走 接着出发 其实我找的这个地方 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啊 把房车停在那个停车位上 然后正好门就可以朝这边打开 然后桌椅板凳放到这边来 是吧 这不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吗 哇 好陡峭的悬崖 那边还有个 应该是民宿吧 要不就是酒店 建在那个地方 还挺有那么点意思 好 我决定就 先在这边 先在这个了不拉屎的 观景平台试一下 现在也没多少时间了 现在已经是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三点一十八了 其实今天差不多就这样了 早景花的时间太多了 之前是想去那边有一个 叫什么灯塔 那个叫啥灯塔 结果 这个 灯塔那个路啊 它是那种 特别烂的那种 砂石路 我们家大白 还是没捞上去 观景刚刚啊 我们的那个 咖啡机差点就掉下来了 给我吓的 我想了算了算了 不能上 不能再上去 硬捞也能捞上去 但是估计就 咖啡机就得摔坏了 想来想去算了 还是去一个 离县城比较近点的地方 因为我们过两天要收几个包裹 我们的后续补给不够了 最近出那个拿铁车太多 牛奶紧缺了 就是说 我在网上买了些牛奶 寄过来 寄到霞浦县城 那就去河边抢生意吧 停到有咖啡车的地方 前面有 有一个那个观景台 还挺漂亮的 然后 也可以停车 但是那边已经有了一台咖啡车了 现在管不了了 先过去 抢抢生意吧 索性今天就玩吧 一路走过来 其实还有很多漂亮的这种观景台 我还没停车的 因为这边的话 它上面是一个收费的停车场 然后那边有一家 咖啡厅 这个就是比较 不好对付的了 所以说 我们肯定就不能在这边去摆 这个地方呢 我刚刚没过来 因为这边路边刚刚停的车太多了 我们车停不下 哦 下面有两个钓鱼老在钓鱼 海钓 整是这样 当雨 丹湾乐岗 啊 它就是海钓的一个地方 看到没有 他们那个坐了三个小人在这钓鱼 他们就从哪儿下去了 他们就从哪儿下去了 从哪儿翻过去了 这个丹湾的观景平台上边 还有一个大的观景平台 也属于丹湾 这边人太多了 真的 如果能在这儿摆摊 那简直就是哇塞了 但是它下面有一家咖啡店 不知道 我们这种车停进来了之后 它允许我们摆 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但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挺喜欢的 他们在拍这个洞 拍这个洞 这边景色是美 确实 然后有这种 网红拍照的 站到这儿拍照 感觉就很不错 很不错 可惜今天是多云 阴天 如果说出太阳的话 肯定是非常爽 它这里边应该还可以 它这个 咖啡店的入口是从里边进的 但是要三十块钱一张门票 它应该是三十块钱一张门票 然后可以免费 领取一杯咖啡 我估计是这个套路啊 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个观景平台 观景平台修的还挺漂亮的 然后景色也还可以 就是有点腥臭 因为它下面是一个码头 这样打上来的东西 就会发出很强烈的腥臭 这边是可以坐船出海的 然后旁边有一台咖啡车 生意怎么样吗 生意怎么样 夏天的时候要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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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啊 国庆啊 十月一啊 那时候就会好一点 那你是注册的啊 没有 要开着走的 本地人啊 即时的 即时的 给大家看看我的最终驻车环境 还是来到了这种特别漂亮的观景台 不是最漂亮的那个啊 但是是第二漂亮的 然后准备在这边试一下 它下面是有家咖啡店的 这边是一个大咖的地方 这边就要舒服点 刚在那边没有继续担心 因为那边太臭了 哈哈 一大股那个死海鲜的味道 受不了了 我感觉到好像不会有人在那边停留 然后买杯咖啡坐着喝 对吧 现在天也快黑了 准备回房车吃东西 然后休息了 在那边生物中没调过来 现在就犯困 估计早上凌晨四五点钟 可能就会自然醒 哈哈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先把吃的东西吃了 做个视频吧 好几天没做视频咯 主要是就是因为在那边 每天四点钟起床 然后摆摊 然后晚上 要和那个哥们聊聊天 然后每天八点多就睡觉了 天天如此 哈哈